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沙华大校前日晚间就中印第11轮的军长级会谈发表谈话 透露中印两军9日在摩尔多、楚初乐、会晤点印方一册举行第11轮军长级会谈 双方就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将继续通过军事外交虚道保持沟通 专家就表示此次会谈没有像以往发布联合新闻稿 也不是由国防部而是由西部战区层面发出 这显示出双方共同解决遗留问题仍有难度 那与此前几轮的军长级会谈相比 本轮会谈西部战区仅发布了百余制的新闻稿 环球时报报道新闻稿有两个变化 首先是消息发布人由国防部换成了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而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也由此前的张水利变为龙少华 那其次发布形式有所变化 去年9月22日中印两军第六轮的军长级会谈后 双方共同发布联合新闻稿 那此总发布方式一直沿用到第十轮军长级会谈 最新一轮的军长级会谈信息则是以西部战区发言人发表谈话方式发布 那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前锋 对环球时报就分析称 此次中方的谈话表明第十一轮的军长级会谈 既没有像此前外界普遍期望般驻守生于地区的军队达成全面脱离接触的共识 而且日理行间透露出中方对当前局势进展迟缓的不满和担心 那他也认为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下 中方的担心并非多余 换个焦点 美国菲律宾联合军演南海紧张升温 那菲律宾参谋总长索贝哈纳11日就宣布 菲律宾与美国12日起将展开为期两周的联合军事演习 恢复去年因疫情而取消的年度演讯活动 那菲律宾国防部稍早发布声明表示 菲律宾防长洛伦·哈纳和美国防长奥斯丁11日召开电话会议 两人皆表达希望恢复去年取消的肩并肩联合演习 不过今年的美非联合军演规模较往年缩小 那索贝哈纳表示只会有1700名的士兵参加 分别为美军700名、飞军1000名 那且会有实际接触但会是最低程度 那根据报道 往年的肩并肩联合演习有多达7600名士兵参与 这项演习是为了测试 美非两国军队对天然灾害和好战极端分子 攻击这类威胁的回应准备程度 那菲律宾近期抗议大批中国船只在南海牛二郊一带 非国专属经济海域集结 那并一再要求北京撤船 中国外交部则称这些渔船只是在当地避风 船上并无民兵 那根据菲律宾国防部声明 美非两国防长在通话中除了讨论联合军演 还谈到南海情势及近期区域安全发展 奥斯丁并向洛伦沙纳重申两国军队互访协定的重要性 那洛伦沙纳则承诺将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讨论此事 杜特尔特因一名盟友申请美国签证遭拒 那去年怒儿单方面取消 已有20年历史的美非军队互访协定 那这份协定提供美军在菲律宾轮流执行任务的法律框架 但非方以两度将协定退场时间延后 菲律宾官员表示 这替达成条件更好的协议创造出空间 接着我们来关注朝鲜本周获试行3000吨级潜水艇 那韩联社昨日引述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韩国和美国情报共同判断 那朝鲜是已完成了建造3000吨级的潜水艇 那正在适当时机举行下水里 希望吸引最大国际关注 以收对美施以最大压力战略效果 那美国民间智库38NOF 另外依据民用的卫星图片推测 朝鲜可能不日重新造潜水艇试射弹道导弹 那报道形容 美韩情报部门近日注视位于 咸进南道潜水艇制造所在的新普造船厂 那分析估计 朝鲜区块或在本周是纪念今日尘寿城的太阳节前后 举行下水里 那美方相信朝鲜还在制造一艘4000吨至5000吨级 足以搭载新型潜射导弹的新式中大型潜水艇 那专家认为朝鲜最终或寻求研制核动力潜艇 接着我们来关心缅甸军方重武器镇压 单日载量82死 那缅甸当局上周五再度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反对军方政变的示威者 在南部博库市使用重型武器 包括榴弹炮和波击炮 那攻击一个示威者的基地 那造成82人死亡 传媒指安全部队把尸体在他们驻扎的一座 佛塔的空地上堆成丝山 那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就称 安全部队在博库市围攻反政变示威者 有82人不幸死亡 这是自从上月14日 最大城市仰光有超过100人死亡以来 在一个城市最多人被杀的一天 那博库市距离商业大城仰光 东北部65公里 那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 在上周六发表的报告中也说 当更多的个案或核实 那恐怕博库市的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 那网媒今日缅甸和当地其他媒体指出 一名居民就指称 那缅甸当局拒绝让原居物人员靠近尸体 另有消息说 军队杀人后强行抢走一些尸体 因此外界无法得知确实的死亡人数 安全部队上周五向博库市发动的证攻击 是过去一周的第三次 上周三北部城镇 吉林庙和塔兹同样有强力打压的行动 两地合共最少有11人上升 那当中可能包括一些无辜的路人 那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提供的数据 自2月1日发生政变至今的两个多月内 缅甸全国最少有701名示威者和围观者被杀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 中国有条件批准腾讯将收购私有化 那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报道 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准备批准科技巨头 腾讯控股将中国第三大搜索引擎公司 收购私有化的交易 消息人士就称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不反对 腾讯以35亿美元收购其赏未持有的 收购60%的股份的交易 但前提是腾讯愿意设立一个特殊机制 确保数据安全 这在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的交易中是首例 那其中两位消息人士就表示 由于未得当地报告交易 已接受反垄断审查 腾讯还需支付一笔数额相对较小的 罚金50万元人民币 与以往对类似的违规案件的处罚一致 那根据报道 此举凸显出中国监管机构 仍在考虑批准科技行业的并扣 那但在放任数年后 现在条件变得严格 这一项备受关注的交易 弱获批将缓解当局 针对国内互联网去投的 反垄断举措 给科技行业带来的压力 反垄断举措导致 金融科技机构 蚂蚁集团370亿美元的IPO计划 在11月被搁置 那根据分析机构SpeedTest 搜狗是中国仅次于 百毒和骑虎360的 第三大搜索引擎 那是腾讯多功能应用微信的 唯一搜索引擎 那腾讯器去年9月 首次宣布这项私有化计划 那近年来啊 该行业的并购交易 成为受到严格审查的领域之一 对于违反反垄断规定 甚至某些情况下 违反数据隐私的规定 那监管机构都非常不友好 这些消息人士就称 中国两大领先游戏直播流网站 虎牙和斗鱼的和平 也在接受审查中 将需要满足类似的 数据安全要求 路透社就指出 这两家公司背后均有腾讯的支持 那根据此前的报道 腾讯让虎牙和斗鱼和平的计划 必须做出妥协让步 才能化解当局的反垄断疑虑 那上述消息人士就称 和平后 虎牙和斗鱼将需要在两者之间 设置防火墙 不能彼此共享用户数据和信息 他们称 在最终做出让步后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也会很快批准虎牙与斗鱼的和平 印尼东爪哇六级地震 酿巴士毁迁建筑 那印尼东爪哇省前日 下午二时一场 狸克特制六级的地震 那酿马郎市和乌里达等地方 最少八人死亡 以及数十人受伤 那镇央在马郎市 西南约45公里 离岸地区 深度82公里 昨天仍然有遇五级的余震 地震损坏了遇1300间的建筑 包括约1189间的民居 以及学校、医院、政府建筑等 多个社区要疏散 但没有海啸 这是该国一周内第二场的天灾 热带气旋 赛洛亚上周日 催袭东奴沙登加拉省 导致最少174人上命 48人失踪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 恩坎塔多新巨型的旧式耶稣雕像 世界最高 巴西南部小镇恩坎塔多 在建造一座新的旧式耶稣巨型雕像 预计今年下半年竣工 届时将比利约热内卢的旧式耶稣雕像还要高 综合外媒报道 恩坎塔多镇的耶稣雕像 自2019年7月起建造 雕像的胸部内还装有玻璃壶的景观平台 可以通过电梯直达 张开的双臂共36公尺 总高43公尺 比38公尺高的里约热内卢 旧式基督像高出5公尺 那新建的耶稣雕像被取名为守护神基督 光是耶稣的头像就40吨 历时三个月完成 那恩坎塔多是一个人口2000人的城镇 位于巴西南部最大城市 也就是渝港西北方145公里 那新建雕像的发起人就表示 雕像的用意在于启发人们的信仰和鼓励当地的旅游业 根据自公组织基督之友协会的说法 新建雕像的35万美元预算都由民众捐赠穆德 那另外 里约热内卢的旧式基督像 今年10月也将落年90周年 届时会进行生日修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新闻01台 据星岛日报引述英国美日邮报 今日美国和CNN报道 美国非盈利机构Circle Ventures发表调查报告 显示现在只有59%的成年人 有意在短期内接种疫苗 有15%的受访者希望观望三个月甚至一年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对接种毫无兴趣 而国防护数据显示 有近40%海军陆战队成员拒绝注射新冠疫苗 多名民主党议员因此致撼总统拜登 要求设下实现 规定军人必须接种 卫生专家普遍表示 疫苗接种率需要达到70%至90% 全国才能达到群体免疫 身兼哈佛大学公共卫生教授的 Circle Ventures负责人斯盖亚表示 从目前数据可见 最后一批有意接种的民众 完成注射后 继续推行接种便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机构预计到了7月底 全美的疫苗剂量足以应付 所有成年人的需求 但接种比例只会停留在52% 军方的通讯战略及营运总监五字透露 在12.3万名可以接种的海军陆战队成员中 超过7.5万人已经施打至少一剂疫苗 部分人也已经完成两剂注射 但却有4.8万人拒绝配合 以比例计算的话 已经注射疫苗的官兵比例只有60%左右 低于军方最初预期的66% 根据规定 国防部无法强制现役官兵接种疫苗 但总统拜登身为三军统帅 可以为此颁布命令 因此国会7名民主党议员 上月已经致函白宫 要求拜登下令所有军人 必须注射新冠疫苗 国防部目前约有220万人 派驻全球各地 拒绝接种的比例 每下降10个百分点 便代表22万人没有注射疫苗 足以影响部队的战备状态 其他调查也显示 全国民众对疫苗抗拒心态最明显的 是男性共和党选民和非裔民众 以这两个族群聚居的密西西比州为例 当地只使用了疫苗供应量的65% 阿拉巴马州的比例也只有62% 明显低于全国平均的77% 据CN等媒体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周六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一天之内注射了约460万剂新冠疫苗 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与此同时 美国新冠病例在上一周内仍然持续上升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在过去的七天里 美国每天平均报告超过 6万8千例新的新冠病例 自3月10日的七天平均水平以来 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了20%以上 随着全美新冠疫情再次反弹 变种病毒引发的个案累计接近2万宗 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 专家尤其担心 首先出现在巴西的P1病毒株 其扩散能力比已知的任何变种都强 目前在全美批准使用的 辉瑞、莫德纳、强生三款疫苗 对这个变种的防护能力都比较弱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现 最近数星期追踪到的P1个案新增数百宗 由于病毒的基因列序需要时间 以及部分病例没有进行基因分析 因此实际感染的人数可能更多 截至目前 P1病例在所有确诊个案中的比例 虽然只有1% 但增长速度却令人担心 全国个案共有434宗 其中马省、伊利诺、佛州 分别统计到102、93、87宗 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解释 疫情反弹的原因在于 大批年轻人尚未接种疫苗 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等 中西部州份的情况格外严峻 瓦伦斯基也表示 全国各州陆续恢复年轻人的体育运动 和校内活动后 预料病毒传播会更加迅速 社区病例增加后 学校的病例也会相应增加 据星岛日报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统计显示 亚裔人口在2000年至2019年快速增长 幅度在全美所有种族中居贯 实际人数从大约1050万人 上升到现在的1890万人 增幅达到81% 预计到了2060年 全美亚裔人口会被增至3580万 在各个族群的人口增幅排名中 西域位列第二 人数由3560万增至6057万 增幅70% 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的人口 从37万增至59.6万 增幅61%排第三 非裔人口由3440万增至4110万 增幅20% 白人人口几乎没有变化 虽然亚裔人口在近20年间增长近倍 但每年的平均增长率有所放缓 在2000年至2005年 当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9% 到2005年至2010年幅度却降至3.1% 这个比例在2010年至2015年维持不变 直到2015年至2019年再降至2.4% 在这20年当中 49州和首都华盛顿的亚裔人口都在增加 当中又以加州的情况最为明显 当地2019年的亚裔人口约590万 是全美第一亚裔大州 纽约以170万人紧随其后 其余依次为德州 新泽西河 伊利诺 全美有56%的亚裔都集中在这5个州份 以增长速度而言 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州的亚裔人口增长速度最快 在2000年至2019年之间 这两个州的亚裔人口增加了三倍多 另外印第安那 内华达 北卡州的增幅也相当显著 分别达到1.83倍 1.76倍和1.75倍 西维珍尼亚州方面 白人减少后导致州内总人口下降 幸而得到亚裔补充了一定数量 纽约 伊利诺 密歇根 罗德岛的亚裔人口增幅 也高于全州总人口的增长 据苹果日报报道 曾撰写大趋势的著名战略学家 奈斯比特于4月8日辞世 享年92岁 奈斯比特对中国有深入研究 曾预言中国会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又畅好一带一路 有利于经济发展 奈斯比特1929年生于美国盐湖城 曾在科大公司和IBM担任主管 34岁时 获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 任命为助理教育专员 这正让他名声大噪的 是1982年的著作《大趋势》 该书曾在57个国家出版 销售超过1400万本 长达两年登上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后来他再著有2000年大趋势 全球调诡 及亚洲大趋势等 自1967年起 奈斯比特便接触中国 曾断定中国会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具经济 及政治影响力的第一强国 并认为中国不会变成 进行殖民扩张的霸权国家 但强调中国要落实法制 有效施政 才能巩固进步的成果 他也相当赞扬 由中国牵头的一带一路 认为这一概念 带来的经济实力 及基建工程将会见成效 还指出一带一路 并非无中生有的计划 过去200年 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将会改变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 最近发表了报告 建议美国国防部 在2025年前 全面达到人工智能就绪 才能避免被中国超越 五角大楼官员上周五表示 总体赞同报告提议 并在执行其中 半数以上的建议 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 中心主任 海军陆战队中将 迈克尔·格罗恩 和美国人工智能 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主席 前国防部副部长 罗伯特·沃克 上周五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 沃克说 技术主导地位 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竞争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我们的这一优势 首次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重威胁 他强调 在这场技术竞争中 美国必须掌握的 最重要的一项技术 是人工智能 及其所有相关技术 但我们还没有为赢得 这场竞争做好组织 我们需要组织起来 在2025年之前 国防部和整个联邦政府 应该为人工智能的广泛整合 打下基础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依据美国2019财年的 国防授权法 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 目的是研究推进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发展 所需的方法和手段 以全面解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 并为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提供建议 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 美国国防部年度预算的3.4% 要投入到科技领域 并至少拨款80亿美元 用于核心人工智能的研发 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 主任格罗恩表示 五角大楼目前的人工智能计划 侧重点在创建一个能力架构 格罗恩强调 美国国防的人工智能发展 十分注重道德指导原则的巩固 他还呼应了沃克 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 沃克说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目前具备三大优势 人才 硬件和算法 但中国人很努力 他们在人工智能应用的规模部署方面 比美国略胜一筹 可以在五到十年内赶上我们 国防部必须增加 其在人工智能和所有研发方面的科技支出 沃克说 我们在与独裁政权竞争 这既是一场价值观的竞争 也是一场技术的竞争 各位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新闻林一台 欢迎您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据德国之声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4月11日发布声明称 该国国防部长洛伦扎纳 与美国防长奥斯汀通了电话 讨论了区域安全的最新发展 声明说 双方都期待进行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在两位防长通话前 非美两国的外长也刚刚通过电话 表示对中国在南海牛俄交附近 停留的大量船只感到担忧 除了南中国海问题上 洛伦扎纳也在新冠疫苗供应上 寻求奥斯汀的协助 希望菲律宾能尽快拿到订购的美国药企 莫德纳研发的疫苗 声明指出 奥斯汀表示会关注这一问题 并提醒相关部门 在电话会议中 奥斯汀重申了两国之间的来访部队协议的重要性 而洛伦扎纳承诺会与总统都特尔特讨论此事 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来访部队协议 于1999年5月生效 其中重申两国在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中承担的义务 并同意美国军队不定期造访菲律宾等内容 都特尔特今年2月曾表示 他尚未就该协议做出决定 这位菲律宾总统在2020年2月曾宣布会终止来访部队协议 据称导火线是美国拒绝给菲律宾前警察总长发放签证 不过后来终止协议的决定又被搁置 此外 都特尔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想维持来访部队协议 需要支付更多费用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为抗衡中国官方资助的孔子学院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众议员敦促拜登政府扩大美台教育倡议 以台湾取代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项目 美国驻台代表萧美琴对此表示欢迎 并称美台教育倡议可确保双方学术自由 这是两个民主体制共有并珍视的传统 上周三 美国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在一个声明中说 北京资助的孔子学院审查言论自由 他和其他参众议员以写信给教育部长卡多纳 敦促他扩大美国与民主伙伴台湾的教育倡议 以没有审查的替代选项来支持美国学生的中文学习 及中国文化教育 布莱克本的提案的呼吁得到包括斯科特 霍利等参议员及夏伯特 众议员朴银珠 金英玉 哈什伯等众议员的支持 联名信上说 孔子学院在美国55所大学及学院中运作 推动汉语及中华文化的研究 但孔子学院接受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金及管理 近来有许多研究提供的例子显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施压孔子学院人员 避免发表或举行被认为与中国国家利益有冲突的讲话或活动 议员们表示 由于这些理由 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8月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 指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支机构 但汉办却从那时开始将孔子学院另立品牌 以国际教育基金会来作为伪装 试图避免这个认定 布莱克本这个星期和参议员克鲁兹斯斯科特及霍利等 多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孔子学院透明法 法案内容要求公开中国共产党机构 汉办管理的教育项目 与美国机构之间的项目参与协议 以应对北京通过孔子学院施加不必要影响力的方式 据《苹果日报》报道 全球芯片短缺问题严重 为加强半导体科技供应链 白宫下周一将召开半导体行政总裁峰会 19间芯片生产龙头企业受邀 包括台积电 会议将由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 与商务部长雷蒙多共同主持 白宫表示 会议将讨论美国就业计划 及强化半导体与其他关键领域的美国供应链弹性 受邀出席这项会议的企业除台积电外 还包括三星 诺斯罗普格鲁门 美顿利 英特尔 通用汽车和Alphabet Google等全球主要半导体与科技大厂 拜登政府官员也希望 借着这次会议 为拜登的2万亿美元的基建大业提供礼据 白宫上周就基建发展计划发出的资料指出 商务部将获拨500亿美元支持生产关键产品 并支持国会通过法案投资另外500亿美元 进行半导体研究和生产 星岛日报综合路透社 纽约时报及Newsmax报道 拜登政府有意向墨西哥及中美洲国家提供援助 希望振兴当地经济后 从源头解决移民蜂拥来美的问题 主管南部边境移民事务的官员雅克布森 9日透露该计划 表示政府未来数周会与企业界对话 鼓励商界在墨西哥 威地马拉 宏都拉斯 萨尔瓦多投资 一方面创造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重建当地被飓风重创的农业生产 在雅克布森这次宣布消息前 联邦政府的国际开发署6日已经宣布 将派遣灾难应变小组 前往中美洲北方三角 协助威地马拉 宏都拉斯 萨尔瓦多 去年11月风灾之后的重建工作 据了解 拜登政府除了推动企业在当地投资外 也计划向这些国家供应新冠疫苗 其中在宏都拉斯和威地马拉 可以注射疫苗的人占总人口不到1% 萨尔瓦多的注射比例也只有2.5% 此外 华府还在三国当地投放电台广告 数量达到每周3万次 广告强调美国不欢迎非法移民 借此消除偷渡集团游说当地民众的影响 拜登曾经承诺 首任4年内将向中美洲提供40亿元援助 第一年的预算为8.61亿元 另外数据也显示 移民执法部门3月在美墨边境 逮捕12.7万人 数字较2月增加了71% 当中约1.9万名未成年人单独越境 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单月记录 据东网消息 美国一名网民近日假扮记者 利用白宫记者会 因新冠疫情减少记者人数的漏洞 多次通过电邮等 托其他同行向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提问 美国媒体上周六报道 这名网民化名为蒙卡古 以防疫限制无法亲自到白宫为邮 请求其他记者协助提问 他为掩人耳目更开了推特及Linking账户 自称是白宫新闻的首席政治记者 骗倒不找同行 在周四 记者约翰逊就帮着蒙卡古问了两条问题 其中一条是前总统奥巴马 抗力在拜登政府的参与程度 均获普萨基回答 有爆料者称 蒙卡古真身相信是全球网上游戏平台 机器专快的玩家 该网民曾加入一个网络游戏角色扮演群组 参与模拟美国政府 扮演国务卿一角 蒙卡古受访时指 自己喜欢新闻工作 认为目前的白宫新闻团队很差劲 所以决定要确保透明度 问一些他和朋友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感谢观看今天的美国新闻林一台 请点赞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